在燕子湖旁的毛毛虫学院 是国内第一所有家长自办的实验学院 1994年2月25号 毛毛虫亲子实验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总指亲子实验小学 举行开学典礼 成为国内体制外教育的先驱之一 目前有30个学生 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 至于教学以讨论为主 不看孩子的年龄 而是激发孩子的能力和兴趣 就没有像以前要一直考试 1997年2月25号 立法院三读通过 修订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 第四条将228和平纪念日 改为拖定假日 在进步二读不发言 吴济明的表决过程中 能够顺利地通过 主要是因为立法院的三党两派 基金协商确立了共识 在东部的同时 朝野还曾经疑虑 因为时间急迫赶不上今年实施 不过立法院秘书处赶在中午以前 送到总统府之后 总统就在下午立即公布